虽然中国上百年的经济增长略好于我们的预期 但我们仍保持年度增长为6.8%的预测 与中国当局7%左右的增长目标大致相当 我们的预测可能存在小幅上行风险 因为我们预计下半年全球经济会进一步复苏 但也有一些内部因素可能会使经济增长小幅放缓 比如在金融领域 第二季度金融部门对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 但由于当前股票市场面临调整 下半年金融行业的贡献可能会有所下降 但总体而言我们相信当局 今年可以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 回顾中国最近的经济时 我们会发现中国取得的成功引人注目 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了10%左右的平均增速 并让约6亿人脱贫 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成功反映了政府在恰当时间实施关键改革的能力和意愿 未来中国的成功仍将取决于政府实施重要改革的能力 好消息是中国制定了全面改革议程 以三中全会改革蓝图 涵盖了方方面面 从经济到社会领域 从户籍制度到环境问题 我们在报告中关注了两个关键领域 第一个是金融部门改革 这里我们可以列出诸多取得的进展 中国实施了存款保险制度 并在放开存款利率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金融部门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 是为将来那些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 提供获取融资的方式和途径 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领域 是国有企业改革 这里的关键领域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以确保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可以平等竞争 这将为私人部门的发展创造空间 还可以推动未来的增长 中国股市的近期发展变化是一个重要事件 但与此同时 这些变化并未改变游戏规则 其规模不大 也称不上是真正的分水岭 但它们为何重要呢 因为可以从中吸取重要的教训 中国是一个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 在这一快速发展过程中 出现一些监管当局 有时无法充分了解的新工具和新发展 在所难免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政府需要尽快退出 以采取的干预措施 这些措施成功地稳定了市场 但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中国需要让市场重新发挥其正常功能 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 尽快取消政府干预 另外也需要加强监管制度 从而不再有监管空白 协调一致的应对危机 并通过明确的框架和清晰的行动路线图 向公众解释政府的应对工作